无无我,故无生无灭,白骨无生惊,将往挪动脚步,竭力压下不宁的心神,他必然相信,也只能相信董阿。 在通天宫的躁动中,他勉励保持平静,转去内门宿舍,与独住的灵和打了声招呼。 再三叮嘱,谨慎小心,但也不知该提醒他具体小心什么。 灵和看出了他的不对劲,可也没有多想,只以为是接连发生道院弟子遇害的事情,令其不安。 他劝江望不要多想,表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先不接任务,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几天,准备迎接新年。 最后他拍了拍江望的肩膀,笑着说,老虎马上就回来了,咱们还是一起喝酒。 过年,这话的确让江望笑了,再没有什么比团聚更美好的事情。 A,一起喝酒。 江望离开宿舍,打算回家。 他今天没有直接从后门离开,而是走的前门。 因为想要绕一圈,经过赵汝成的家里,与汝成说两句话再回去。 他只是因为心中不安,想跟他们说说话。 但其实也没什么具体可说的,无非是注意安全,规避危险之类。 但他甚至不清楚危险会从何而来,自然更不知道如何规避。 快过年了,大部分道院弟子仍在苦修,或者接了任务正在磨砺自己,道院里路上的行人并不多。 偶有几个,也都气质昂扬,充满朝气。 就像如今蓬勃向上的风林城道院一样,未来有无限的光明和可能。 如果说,董阿世卫风林城道院注实了坚实的地基, 诸为我就是成为了风林城道院一面飘扬的旗帜。 已经有不少优秀修行种子表达意愿,想要来这里修行。 假以时日,风林城道院的成绩不可限量。 看着他们的笑脸,感受着他们的精气神,江望忽然觉得自己很荒谬。 我在惶恐什么呢? 他问自己。 然而没有答案,只有那根黑竹的来回跳动,遇见疯狂。 禅兴灵蛇已经缩成一张饼状,江望于是在道尊向前的石阶上坐了下来, 强忍着战力,默默疏离道心。 王氏族地理的那个偏僻小院,爬山虎早已退却脚步。 阳光洒落,院门清眼,宁静一如既往。 王长详心冲冲地跑过来,在院子门口才放缓脚步收拾心情。 今年的郡苑新生中,他和离建秋入院的时候都不算太亮眼, 但随着休业的开始都渐入佳境。 如今已都在郡苑新生前十之列。 当然,他并不会止步于此。 他甚至有信心通过下一次的三郡连比。 未来是很好的,未来充满希望。 更令他高兴的是现在赶回祖里的原因。 昨日,他在郡苑完成了一桩高难度的任务,因而得赐一瓶密钥。 此药据说能拓宽通天宫,同时也有疏通道脉的效果。 能够拓宽通天宫的密钥,当然对每个人都有大用。 但是对王长详来说,能够疏通道脉才是他为之拼死的原因。 他甚至不能够确定这要对王长吉有效。 他问过郡苑里的教习,但对方只是说有可能。 可仅仅只是有可能就足够了。 就太好了。 因为在过往的那些日子里,无论是谁,在查验过后,对王长吉下的结论都是不可能。 绝无希望,绝无可能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父亲才对兄长彻底放弃,王长吉自己也心灰意冷。 记忆中,不是没有兄弟二人一起嬉闹于父亲膝下的画面。 尽管那些片段很少,但以弥足珍贵,值得为之奋斗。 从成道院至郡道院,他增长了修为,拓宽了眼界,也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。 从不可能,倒有可能,这难道不是进步吗? 他从来都觉得,兄长是他记忆里那个博学,高大,温暖的样子。 相较于与父亲短暂的相处,更多的时间里,他跟着兄长长大的。 父亲更多的是组长,兄长却承担了更多的父亲。 就算全世界都放弃了兄长,就算兄长自己都放弃自己,他也绝不放弃。 这是他之所以走到如今的理由。 王长翔一刻也等不及,往日为人称赞的稳重心性并不足以帮助他。 拿到密钥的第一时间,就往家里赶,就像一个急着献保的孩子。 连夜赶路,归心似箭。 半日之间,从清河城赶到枫林城,快过奔马。 来不及问候父母,更顾不上其他族人。 王长翔直接奔向了哥哥的小院,停在院门口。 要平静,不能给太大压力,也不能表现出太大希望。 王长翔在心里告诉自己,因为希望越大,绝望越大。 王长翔吞浮开卖单,却毫无动静的那一幕,早已深深刻在他心里。 兄长那绝望的眼神,他经常会在午夜梦回时想起。 郡道院如果没有办法,还有国道院。 国道院如果也没有办法,还有别的国家。 甚至,还有玉京山。 总有未来的,总有希望的。 王长翔终于调整好呼吸,轻轻推开院门,踏进小院中。 小院里空空荡荡,那张躺椅上并没有熟悉的人影。 而就在他的面前,在院中,在青砖之上。 羊躺着一只橘猫。 说羊躺并不准确。 因为这只肥胖的橘猫被整个肢解在地上。 猫头,四肢,包括尾巴,都被整整齐齐地码好。 仿佛还能拼在一起。 它是小橘。 脾气暴躁,性格傲娇的小橘。 是王长吉示弱珍宝,悉心呵护的胖橘猫。 王长翔一下子就慌了。 他的道心无法稳固。 连道树也一时忘了, 跌跌撞撞往里屋跑。 哥,哥,王长吉。 他大喊。 他隐约听到了微弱的回应, 那声音好像自王长吉的卧室传来。 王长翔拼命往卧室跑, 道员汹涌起来, 带给他源源不断的力量。 这时候,他终于听清了那个声音。 那的确是王长吉的声音。 那个声音充斥着焦急、暴躁、凶狠。 那是王长翔从未在兄长身上看到的情绪。 哪怕小时候,自己撕毁他心爱的书, 他也只是温声地告诫自己,不要如此。 哪怕成年之后,他遭受种种冷落怨怼, 他也只是淡淡地转身告诉自己,任他们去。 可这时,那个声音如此刺耳,暴力,甚至于绝望。 那个声音在喊, 王长翔,王长翔, 给我滚,给我滚啊。